下面我们要联系的是正在独间院的记者曹岳 曹岳你好,能听到我们吗? 你好,郑立,能听到? 你好 你现在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是这样的 从昨天马上开始独间院一直在下雨 而且现在这个雨是也没有一点停的预兆 这样下雨之后就给救灾工作带了很大的困难 目前那个独间院市的很多民房都是倒塌了 尤其一些村民自建的房屋不太结实 倒塌倒损的情况最为严重 这边我们了解的情况是由一所学校叫巨园小学 还有独江市中医院 独江院市中医院这两处受损的情况最为严重 然后有不少人就埋在了这个倒塌的房屋下面 现在那个当地已经紧急调来那个军队啊 武警啊收房的救援人员来实施抢救 那么曹业我还讲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啊 那些灾米安置的情况怎么样? 尤其是昨天还在下雨怎么样过夜的? 对 现在是这样的 现在是当地昨天已经紧急把那个医院里边的那个病人和那个受伤的员都转移出来 他们的医院就在路边搭起了临时的那个救护地点 还把那些一些那个紧急的救护车或者公交车变成临时的医院 这可以把这让那个受伤的人或者是病人啊 及时在那里救助 然后其他的那些因为受灾 然后没有房屋的居住的人员 当地已经妥卖的安置到了其他的比较安全 比较那个安全稳定的场所 让他们得到妥卖的安置 现在呢包括食品和那个帐篷呢 就在物质也源源的不断的往这头送来 他们的应该是他们的生活保障没有什么问题 嗯 好听了你的报道心里多少放心一些